加州山火延烧 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山火 那2020年加州会不会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的人口负增长呢 我是北美绝军黄永明 我在美国的萨斯州海岛加威斯顿 下一个问号 投资美国房地产你需要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最好的方法当然不是你自己亲自把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错误都试一遍 最好的方法是从有知识和经验的人那里学习 我的会员网站永明u.com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那里我本人和其他的专家会用最详尽的方式 一步一步教你如何成功的投资美国房地产 加州在华人的心目当中是有特殊位置的 提到美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加州 定居美国很多人首先选择的是加州 在20世纪 加州的人口确实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达到了接近4000万人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每八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加州人 但是事情在过去十年间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的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加州 我们看一看数字 在2008年的时候 加州的人口增长是0.98% 但是我们再看看过去几年 2017年增长0.49% 2018年0.26% 2019年0.13% 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了 那我为什么会认为2020年可能会出现加州历史上 第一次的人口负增长呢 两个原因 第一是疫情 第二是山火 疫情当中 移民的人数可能会出现下降 你看很多的美国驻外使馆就已经不签发签证了 人们也不怎么旅行了 所以会有更少的移民来到加州 虽然加州在过去一些年当中人口仍然在增长 但是我们去看一下 他们的构成 你会发现 很大一个比例是来自于移民的 而就居民来讲 它是净流失的 也就是说加州的居民是有更多的人 在迁出加州到其他的州定居的 另外就是在疫情当中 人们发现 我原来是可以远程办公的 我并不一定非得住在我工作的这个城市 甚至我并不一定必须住在我工作的这个州 那也就会有更多的人 迁出加州到其他他喜欢的地方去 如果过去几年你去问一下亚里桑那的居民 内华达的居民 德州的居民 很多人会告诉你 说我发现我这边的加州人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的加州人搬到我的城市来 那山火是另外的一个因素 在2018年就曾经出现过 2018年的山火当中 加州有一个县的居民人数减少了5%还要多 这是很高的一个比例了 那2020年的山火比2018年还要猛 它猛到什么程度呢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中 延烧的面积就已经超过了2018年的两倍 到9月14号就基本上一个月的时候 山火烧掉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20万英亩 也就是接近于康涅狄格州整个州的面积 它烧毁了4200多栋建筑 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搬离他们的家园呢 当然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州内的迁徙 但是也会有很多人 干脆我就搬到其他州好了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 这还仅仅是自然灾害的影响 更多的呢可能是人祸 加州的政策对于投资者 对于生意的来讲 是越来越不友好的 它的营商环境其实是越来越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整个政策是progressive的 也就是说它想要去帮助那些低收入的群体 想要帮助弱势群体 却好心办了坏事 比如说它设定最低小时工资 就迫使小企业主必须提高工资 但是小企业主他可能就不盈利了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裁员呀 所以那最终影响到的还是这些打工者 而且小企业如果他不盈利了 关张了 或者我干脆搬到其他对我更友好的州去经营 那你说对经济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肯定是伤害经济的 对于我们房地产投资者来讲 加州也有很多苛刻的条款 比如说rent control 你一年租金上涨不能超过百分之几 这个是有规定的在一些区域 还有什么 他的税收是非常高的 有人说住在加州 一年前半年我的收入是拿来交税的 后半年才是我自己的 加州对于个人对于企业都有非常高的周税 其他的原因还包括人口稠密 生活成本高等等 这些都是人们逃出加州的原因 那对于华人来讲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正在移民到美国来 那么我建议你考虑一下加州之外其他的州 因为显然 21世纪是不属于加州的 如果你在1990年代移民到加州 那应该说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但是今天在2020年代 你真的要重新想一想你的目的地了 如果你是加州的居民 你住在大城市 可以考虑往北迁到一些小的城市那里去 大城市移动房子的首富 还是可以有可能在北部的小城市全款买房的 当然如果没有工作方面的限制 没有其他的限制 你也可以考虑搬到其他州去 如果你是房地产投资者 那么我建议你考虑一下其他州 你如果是做出租房的 那我就真的不太建议你投资在加州了 还有其他的很多州 你投资的回报率是会好很多的 我是北美决定黄永明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请关注我的会员网站永明有点康 这里有关于美国房地产投资最详尽的教学 在本媒体上学校的学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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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